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油,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油时谈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讲到,加州的一名14岁亚裔少年杀害父母案,今天有了更多的细节披露 这名少年在家中杀害了自己的父母后,他主动报了警,谎称有歹徒闯入家中 后来被警察识破后被逮捕,今天当地警方透露,说遭儿子杀害的父母双亲 分别是父亲叫杨璐,母亲叫王瑟 根据杨璐的妹妹,也就是凶手的姑姑,脸书资料判断,说他们可能是苗族一华人 因为他的脸书中曾经分享过儿时看过的中文电影,并且还有很多和苗族相关的贴文 其实昨天我就猜测,他们有可能是苗族人 因为我查了一下被害母亲的姓氏,姓王 但他的拼写是VANG,说这是王姓在苗文中的写法 他和汉语中的王是来自同一个词源 而且是苗族里人数最多的18个姓氏之一 因为在历史上大家都知道,苗族人除了居住在中国的苗族地区之外 在越南老窝也有不少苗族人 目前美国的苗族人口大约有30多万 所以不知道这家人的祖上是来自哪里 但根据这个孩子的姑姑脸书信息来看 孩子他爸爸这一方应该是懂一些中文的 否则也不会去看中文电影 现在这名少年的父母已经被他杀害了 目前家里剩下一个妹妹和一名七岁的弟弟 而且妹妹目前还重伤在医院治疗 据孩子的姑姑说,遇害两个大人 生前都没有买人生意外些 前两年家里也遇到了经济挑战 所以现在妹妹的医疗费和大人的葬礼费用都是问题 所以她的家人现在在GoFoundMe一个筹款网站上发起了众筹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 据当地警方披露说 这名少年就是犯罪嫌疑人 过去没有犯罪记录 也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记录 而且在案发前也没有出现任何预兆 目前警方正在约谈嫌犯的亲友 以及走访他的学校 以进一步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么这个就是这起案件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搜集到的信息 后续的案情我们将继续关注 下面我们再来跟进昨天的另一起案件 寄宿在美国犹他州上高中的17岁华人留学生庄某 疑似被绑架一案 今天有了新的消息 孩子被找到了 据警方介绍 这起案件涉嫌网络绑架 什么是网络绑架呢 我们下面来了解一下 这是一种新的绑架手法 28号 这名来自中国的交换生突然失踪了 然后远在国内的父母就收到了勒索信 要求打赎金换人 后来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他曾独自一人在一个山区附近的超市购物 怀疑他是去山区露营了 好,那么这个呢 是前情 昨晚ABC四频道报道了最新消息 说当地多郡警方联合联邦调查局FBI 联合追捕 在当地的布里格姆市附近一个山坡上 发现了庄某的帐篷 警方称 当时庄某非常害怕 十分寒冷 说一看到警察就放心了 最后警方将此案定性为网络绑架 说当事人庄某的家人 在收到绑匪的威胁后 立刻将大约8万美元的赎金 就转到了中国的银行账户 当时庄某的家人收到勒索信时 同时还收到了一张孩子的照片 看起来他人好像是被囚禁在危险之中 但实际上这个照片是他自己拍的 据最新的新闻稿披露 说庄某当初离开寄宿家庭 并不是被人强行带走的 而是他自己主动离开的家 据联邦调查局FBI探员向调查人员介绍 说最近在美国接连发生了类似的 极其案件 绑架者的目标基本上都是外国交换生 而且来自中国的交换生 在此类案件中一直都是具体目标 作案的手段是绑匪一边威胁远在中国的家人 一边威胁身在美国的学生 告诉对方说对方有危险 然后他们就向学生的家人索要赎金 同时要求学生自我隔离 然后再用手机对他们进行监控 一般都是采用FaceTime或Skype进行通话 然后他们要求受害者服从他们的指示 比如你拍一张照片 看起来好像是被挟持了一样 据警方声称说受害者之所以会遵照执行 是因为他们担心如果他们要是不遵守幕后绑架者的规定 他们的家人就会受到伤害 另外另一边绑匪就是网络绑匪继续利用恐吓手段 用受害者的照片和录音对他的家人进行勒索 使所谓被绑的学生家长相信绑匪就在孩子身边 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网络绑架 据当地的警方介绍说 他们在搜救过程中 首先是从庄某的电话记录 银行账户开始查起 然后又查看了附近的监控录像 先找出事件的时间线索 根据信息显示 说这个孩子在失踪前一周 12月20号那天 当地的另一个警察局 普罗沃分局就曾经接触过此案的当事人 庄某 说他们当时遇到了庄某 他正试图在附近露营 但警察担心庄某的安全 并将他带回了寄宿地来福戴尔 而当时庄某并没有告诉警方实情 但据调查人员表示 说当时他其实已经被网络绑架者给操纵了 后来警方接到报案之后 于12月28号开始调查 他们在搜查庄某的寄宿家庭时 却没有找到那天被普罗沃警方发现的露营装备 帐篷什么的都没了 后来警方对线索进行分析 又查看了庄某的通话记录 最后根据线索追踪到了他露营的布里格姆地区 据警方介绍 说他们认为受害者应该是按照网络绑架者的指示 将自己隔离在了帐篷中 而他们所担心的是 犹他州这个时候的天气非常寒冷 如果没有取暖设施 很可能一夜之间就会被冻死 所以警方一直都比较担心受害者的安全 但实际上 庄某被发现时 帐篷里确实没有取暖设备 后来当警方追踪到庄某的行踪后 露营地所在的韦伯郡航空局 就派出了无人机进行搜索 最后一名警察在布里格姆的峡谷树林区 一个帐篷里找到了他 据警方介绍 说他现在已经被排除任何潜在的医疗危险 也就是说身体没有问题 最后敲黑板 话重点了 如果你要是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你该怎么办 据破案的当地警方警示 说如果你要是发现 你被网络绑架者给盯上了 你不该给他们任何赎金 而是应该立即报警 同时应立即停止和犯罪分子的所有联系 警方说 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交换生 要跟警方合作 要相信警方 我们会保护他们 以确保他们及家人在国外的安全 好 那么这个案件 到此就基本上告一段落了 对于这起案件 有专业人士分析认为 此案中的绑匪 有可能比较了解庄某的家庭背景 也不排除绑匪是来自中国 企图通过孩子向国内的父母下手 因为在过去一年中 FBI就已经发出警告 说类似的案件正在陆续发生 部分中国公民以合法途径或交流计划来美 但却因在中国的关系千丝万缕 而被不法制图利用来进行网络绑架 所以这又是一个新兴的绑架手段 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 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在外地上学读书的家庭 一定要告诉孩子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第三起案件 在上个月12月初 德州的一名16岁少女惨遭杀害 被沉湿在家里的浴室中 事后警方逮捕了一名非法移民 此人嫌疑重大 这些案件现在引起了外界 对非法移民构成社会治安隐患的疑虑 据报道指出 这名16岁的高中女生 名字叫做梅迪娜 是学校拉拉队队员 于12月5号遇害 凶手作案手法非常残忍 据警方现场调查发现 死者身上有多处刀伤 衣服湿透 而且死者被杀害后 遗体还未清理过 据此警方判断 这起案件应该是一起谋杀案 案发后 警方逮捕了一名23岁的非法移民 名字叫做罗梅洛 目前他被积押在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保释金被定为200万美元 据警方调查发现 这名嫌犯曾经跟踪过死者 并且知道女孩的住处 死者梅迪娜的母亲向福克斯表示 他女儿遇害前一个月 曾经发现家里的有些东西不见了 原本没太在意 但是直到11月13号 他发现家里确实净贼了 于是就报了警 后来当嫌犯被捕后 警方找到的那些失窃物品 和女孩丢失的物品有关 所以据此推断 嫌犯和被害人之间有着某种直接的关系 对此女孩的母亲通过福克斯电视台 向社会公开呼吁 说我们应该要制定更好的法律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根本就不该出现在这里 目前非法移民犯来的问题 本来就已经对美国社会造成了巨大困扰 而现在又发生这样的案件 所以这毫无疑问会从某种程度上 加大公众对非法移民问题的不满 以及对民主党及拜登政府 在处理移民问题上的无能的谴责 当然一起各案说明不了全面问题 但是如果美国的社会 各大城市若无法安置并解决 蜂拥而来的非法移民 他们的落脚问题 生活问题 那么你招来那么多 甚至有些都是身份不明的人 这对美国的社会安全 确实是一个巨大隐患 所以现在德州是想方设法的 要把非法移民送走 送到民主党的城市去 但是现在纽约 芝加哥这些城市 为了阻止德州送更多的非法移民过来 特意限制了大巴车的下载地点和时间 但是这也挡不住德州 要往民主党的地盘送移民的决心 你不让我们用大巴送 我们就用飞机来送 说昨天德州州长艾伯特特意包了一架波音777 专门将一批非法移民 用飞机直接给送到了芝加哥 其实呢 这么送来送去 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毕竟都在美国境内 其实根本的问题 还是要堵住边境大门 否则日后再出现任何一起 与非法移民有关的案件 拜登和他的政府 都要为此负重要责任 好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关注本频道 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我们明天再见